饲养攻击性较强的犬肢如果发生管控不到 造成对第三方的伤害 不仅会给狗主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有很多的房屋保险也不会承保这样的案例 今天林大卫保险智库就要跟你聊聊房屋保险中的宠物因素 博美狗散步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条非常凶猛的黑色的动牛犬 沛过来就将小狗马上咬在地上 而且它的牙齿呢伸入小狗的腹部 这个时候女士当然大叫在求救 而且路人也过来帮忙 可是这个恶狗呢也没有停止 一直直到小狗的肠子贯穿流出来以后 才罢休离开了 送到动物医院急救 无效而命中了 女士内心非常的痛苦不堪 因为她亲眼看到她这么喜爱的狗 在哀嚎连连的求饶 最后毙命 凄惨无比 这位女士报警查询 希望能够制止日后其他人的爱狗 不知受到同样的后果 当时也有路人看到这只凶狠的恶狗 但是它的毛色非常干净 不像是流浪狗 很可能是附近邻居家中 豢养的胸狗 跑出院子才造成这种残酷的事件 疫情期间 很多民众都活动都减少了 练身场运动场所都关闭了 所以呢很多人在 开始在家里的附近带着狗散步 虽然碰到这种狗咬狗的事件并不普遍 但是呢无论是你自己或带着家中的小孩或小狗 如果出去散步的时候 我建议呢 携带一根木棍或是高尔夫球的铁杆 非常有效的 可以足以防身 又可以能够有些保护作用 碰到恶狗啊 或者加州的土狼 是确实能够发挥作用的 许多民众为了防盗 喜欢豢养这个piple 或其他的恶犬 要知道这种犬吃看起来非常忠心于家人 却常常咬伤邻居 小孩 大人 甚至邮差 事情成熟不穷 也给带来许多屋主的狗主的控诉 所以多数的房屋保险 都将他们放入黑名单 拒绝承保 这一类有凶犬的狗主的 他家里的房屋保险 若是你隐瞒 不告诉保险公司 万一出了意外 保险公司是会拒绝理赔的 其实有一种防盗权 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喜欢换羊狗 这种是就是Jimmy Shepherd 华人叫他黑背 看起来是蛮凶猛的 但是这种狗呢 较为顺服 只要你不惹他 多半都不会无意 故意攻击外面人 有些保险公司呢 仍然可以接受这一类狗类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 如果你有房屋 不光是自己住 如果你出租给外面人的话 我希望你最好 在新的合约上注明 当时我租给房客的时候 房客是没有豢养一些恶犬 最好大家都签名 万一将来真的发生恶犬袭击的事件 你会被注 被加入被告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提出证据 避免进入一些不必要的官司了 贺 purchasing 看到考驻 这边 寻思